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我是維恩 本集要來介紹七家東京景觀餐廳 來到東京一定要吃飯的嘛 如果你不忙著趕行程 喜歡放慢步調享受旅行的話 那麼這七家可以一邊用餐一邊看風景的餐廳 一定要筆記下來哦 這裡的筆記指的當然是儲存資訊欄的Google Maps連結啦 新宿御苑是東京必訪的景點之一 風景秀麗,佔地58公頃的公園內 有著包含日本庭園在內的三種庭園 是這裡最大的看點 在2020年開幕的星巴克星宿御苑店 當然不會放過這麼棒的資源啦 整家店都是大片的落地窗 以及戶外的座位區 還有走廊的空間可以看風景 下次來訪星宿時 不妨到星宿御苑喝杯咖啡 體驗一下當地人的生活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 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位在鴨上站的晴空塔 是東京的經典地標建築物之一 本身也有提供燈塔看風景的服務 要欣賞晴空塔有很多地方 我們推薦的是位在附近的義式餐廳 Picore Lampare 最大的特色就是位在屋頂的室外座位 可以直接看到晴空塔 逛完晴空塔後來這邊用餐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今天介紹的餐廳剛好沒有日式料理 因為東京的飲食相當多元 就像台灣的景觀餐廳很多也會賣異國料理一樣 明治神宮外院 其實距離明治神宮有一段距離 比較近的站是青山、伊丁木或者外院前 施力屬於明治神宮管轄範圍的陽峰亭園 園區腹地很大 還有國立競技館 聖德紀念繪畫館 明治神宮棒球場等設施 最知名的是這條銀杏並木大道 11、12月來訪可以看到絕美的銀杏 我們要推薦的Shake Shack 是來自美國紐約的漢堡店 就位在銀杏大道上 漢堡非常好吃 是我個人心中的第一名漢堡 接下來我們離開了東京 來到了近郊的神奈川縣 這裡就是傳說中的湘南海岸啦 簡單介紹一下蓮艙 這裡的海邊不只在關東有名 可以說是日本最巨人氣的海灘之一 像台灣觀眾熟悉的灌籃高手 背景設定就是在神奈川縣 看到這個蓮艙高校前的風景 你就懂了吧 再加上附近的江之島 可以組成蓮艙江之島一日遊 距離東京市區搭乘湘南新蘇縣 大約一小時車程 很推薦放入東京自由行的行程中 這裡我們要推薦的餐廳是 Pacific Drive-In 這是一家位在七里兵站附近的夏威夷餐廳 夏威夷料理跟海邊完全就是絕配 餐廳的旁邊就是七里兵的海灘 可以坐在外面邊吃邊欣賞海景 吃飽了也可以直接下去海灘走走玩水哦 接下來回到了東京 是本集介紹的第二家星巴克 沒辦法 因為東京真的太多特色星巴克了 順便推銷一下Bob撿的 東京14家有點酷的星巴克 第五家是位在中暮黑的 Starbucks Reserve Road Street 全球目前有六家 只有兩家在亞洲 東京就是其中一家 建築物一共有四層樓 每層樓都有不同的主題 坐在室外的座位 就可以看到中暮黑的城市風景 以及暮黑川了 櫻花季的時候 暮黑川會開滿整排的櫻花哦 位在飯田橋站旁的Canel Cafe 景觀如同其名稱 就開在一條翠綠的運河旁邊 這條河是皇居的外護城河 而這裡的前身是東京水上俱樂部 也是東京都內首個沉船碼頭 這裡的一大特色就是河岸旁的整排櫻花樹 在櫻花季的時候可以一邊划船一邊賞櫻 完全是日距離的情節啊 除了戶外的咖啡區 另一側也有室內的餐廳區域 販賣的是義式料理 最後一家是比較奢華一點的飯店餐廳 就位在三月前站旁邊的 東京文華東方酒店 在它的38樓 Oriental Lounge 有提供餐點 而在靠窗的位置可以欣賞到東京的市容 建議大家在晚上的時段來訪 可以當作看夜景 順便喝杯飲料吃個小點當宵夜 結束在東京一天的行程 以上就是本集介紹的7家東京景觀餐廳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